以為啊,在我們現身中多吃些苦,未來既能得樂。 其實這苦是冤枉之的,因為無意義的苦恨啊, 與自己所要求的目的,毫無一點因果關係。 這也是苦悲義的記憶。 我們很多人欣賢,有一個觀念。 啊,我們要吃苦,吃得苦中苦,包圍人上的,是不是? 尤其是印度外道的苦恨啊,很嚴密。 其實他們主要觀念是什麼? 錯苦啦,不是真正的因果。 我現在多吃一點苦,我將來才為樂。 苦跟樂之間的關係是這樣子嗎? 他們不知道苦的因緣從哪裡來? 樂的條件是什麼? 他把苦當為樂的條件。 吃苦真人樂嘛。 那也沒有罪樂啦。 那些被宰割,被壓破的人罪樂啊。 這樣子嗎? 所以,這個叫非因即因。 知道意思嗎? 他不是正確的因緣,你把它當作正確的因緣。 這個叫非因即因。 沒有找到正確的真正條件, 你隨便找一個錯誤的條件以為是正確的。 那你不是冤枉受苦嗎? 太膽了。 這個關係到底是什麼? 佛陀時代,外道的苦恨很多。 就是說當時的社會啊,有這樣的傾向的思想。 我們都知道,活陀出家還有六年苦恨喔。 也是根據這個思想。 有沒有想? 每天啊,很減減。 有時候一天啊,又吃蜜蜂蜜。 好,餓得不像人想,體力也沒有。 沒有。 有沒有成就。 後來他放棄了。 為什麼放棄? 原來這個只是在磨害我們的身心。 跟解脫一點關係也沒有。 精神也沒有,體力也沒有, 你什麼不知道? 很多人說你的苦恨啊,就是欺不欺。 活法不是坦白。 活法講的是中道。 不會偏離苦也不會偏離恰到好處。 如果使我們的身心得到一種平衡。 精神狀態也有一種平衡。 才有寧靜的智慧來觀察、來思維,才能發覺真相。 但是佛法跟外道是同一個地方。 於是佛陀一生印證的就是人生。 佛陀出家前啊,親近啊,兩位大事實的人。 但是他們定力都心得很高。 一個是到無想定。 一個是到非想、非非想定。 也就是四堂八定裡面的四空定的最高年的境界。 佛陀也前進過。 佛陀也能陣入這樣的殘殘。 為什麼他原理的這兩位師父又去苦恨呢? 苦恨那六年一樣不能解脫。 六年後啊,在燕河西藏。 他也就不早跑不起來。 體力摔弱到這樣的程度。 你說佛陀會怎麼可能不到? 他知道啊,那個時候就體會到了。 這些都不是正確的理念。 所以他接受了母女、娘女的供養。 是不是?恢復了體力。 最後他才在金剛座山。 鄭思維。 他的鄭思維從哪裡來? 從前面的錯誤來。 從前面的過程裡面, 知道了外道邪簡的錯誤。 外道思想的不正確。 這些一定要放下的理念。 他才思考。 我們為什麼會老會死? 面對我們真切的問題, 面前的問題去思問。 因為我們有出生。 我們今天沒有生哪裡來的老分子? 好,他就往前追。 這怎麼會生? 啊,因為有前面的業力。 前面造作的原因。 今天才有生的原因。 那麽前面的業力。 那麽前面的業力造作是從哪裡來呢? 從我們這一生來反觀追溯。 往上一直追溯。 我們造業。 我們造業到了後面要奪回生死的業。 這由於我們的愛去。 貪於愛去。 主要死。 對一切法的染夺。 產生造業。 造很多惡業。 身不由主啊。 才會後面的因緣,才會來生。 才會有老子。 那這樣的生死都沒有什麼東西。 那為什麼會愛去? 啊,因為我們這個身體啊,有一種感受。 我們的六根出六層,產生了一種感受。 喜歡的叫熱搜。 不喜歡的就是苦受。 中性的叫不苦不熱搜。 好,喜歡的就是貪愛。 不喜歡的就是憎恨。 中性的就是魚吃沒有感覺。 那這樣是不是貪稱吃的煩惱從這一台? 再前一步。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感受? 因為我們有身體的功能。 有六根的作用。 啊,再往前追溯。 主要是什麼? 哎,我們前面啊,四個左右。 四個人群。 所以一次往前追往前追溯。 追到四就知道,啊,原意就是從這一台。 佛陀就在這樣金剛坐上啊,思維。 就是這個叫原體法。 它體會到了,原來啊,我們的身體。 不過由於我們另在思想的錯誤, 產生了很多貪生性的行為, 造成未來生死的條件跟原因。 最大的因緣是什麼? 就是對這些現象不了解。 對宇宙的因果之間的必然性不了解。 這個叫無比、無知。 不知道聖跟凡的差距。 啊,不知道因果的關係。 不知道善惡的因緣。 不知道緣起的內容。 這個綜合起來叫無比。 佛陀就是這樣思維。 啊,才發現真相。 它是由於對前面錯誤的傳統觀念的煙氣。 可能重新張開正確的思維以後,才誤到。 所以它誤的是什麼法? 叫緣起法,要注意。 很多人不瞭解。 它誤到。 業主民心誤道。 太民心就誤道了。 這樣叫正因緣。 不信。 它的金剛坐上第21天, 再思維到第21天。 那一天黎明的時候, 早上啊,天快要亮了。 我們講危機。 天慢慢亮, 星星就不見了嘛。 是不是? 最後一顆星星要消失的時候, 就表示說天要大亮了啦。 星星看不到的那個時候啦。 大亮了。 大亮了。 那個音樂就在那樣一個時刻中, 大亮了。 就是說, 在明天的早晨, 星星最後一顆星星要消失的那個音樂, 大徹大亮。 但是後面的記載, 在做業主民心誤道。 其實是在說那個時間啦。 不是看到星星, 體會到了真理, 不是這個意思啦。 而他真正體會的是什麼? 就是煙氣化。 原來我們每一個階段, 都有他的條件。 前面有那個條件, 隱身後面的作用。 這個作用又隱身後面的作用。 這樣叫十二元起。 所以佛法啊。 重要就是在這個元起。 我們今天不了解佛徒, 悟母是悟少。 解脫是解脫的。 結果都落在前面的尊佑論。 素免論。 不然就是心苦恨。 這個就是非因基因啊。 不是正確的語言啊。 這一幾個重點, 如果我們明白, 我們就不會落敵這個前逃。 傳統的觀念, 我們被誤導。 你哪有解脫的意願。 所以我們今天, 談這個非因基因的部分。 蠻重要的。 如果我們這個沒有一些觀念, 你一定如果在這裡。 就不可能在深入一層的去瞭解什麼是元起法。 佛所悟的法是什麼。 那你更不可能瞭解真相。 還有苦恨的一個最大的錯誤觀念是什麼。 還有外道是認為啊, 這個弱體啊, 他也知道會患。 但是他認為裡面有一個靈魂叫自我的東西, 或是叫大飯。 大飯的飯。 或是叫主。 什麼都好啊。 你就是個我。 真正的我就對了。 它是永恆的。 不變的。 清靜的。 和樂的。 問題是被我們的物質的身體束縛了。 所以它能量化不出來。 做體的物質能量啊。 力量太大。 所以它受苦恨。 折磨這個身體。 讓它不能束縛它內在的那個清靜的本性。 或者叫自我啊。 這個也是觀念之一啊。 所以把這個身體折磨壞了。 那個靈魂就討厭出來。 如果是這樣子。 那何必這麼辛苦這麼忙。 息息也得過啊。 那不就沒有身體祝福了嗎。 所以有時候想這些問題也很好。 當然我們在國內想六字歪道。 好。 每一個六字之一個思想。 沒有。 我們還會簡單地解放。